在鐵板上搭上一顆蛋 放上面條 重頭吸牛排鋪在上頭 準備上桌 这份排餐深受涛客喜爱 但却有民众带一家大小 来这里吃了一肚子气 当时李先生带着太太 和两名年幼的女儿 来到高雄凤山这一家牛排馆用餐 结果店员送餐时 铁板滑落掉在桌子中央 接着又砸下方的木板 这举动让小朋友吓得大叫 太太则是当场哭了出来 执空员工态度恶劣 让他们身心受伤 只能自认倒霉离开 面对这一切 而且当事员工有话要说 秀出自己的伤势表示这之间 双方有误会 第一时间他人因为被烫伤了 才会紧急离开 不过看看这个铁板 一次排开在火炉上加热 淋上酱汁之后发出滋滋声响 通常温度来到三百度左右 2011年时就有小朋友 只是不小心触碰到边边脚脚 细皮嫩肉的小手就出现好几个大水泡 那个很烫啊 自己做东西要注意一下 幸好这回顾客没有因此被烫伤 不过有了这次经验之后 下次他们吃牛排时会随时留意各种状况 华世新闻林湾许文南高雄报导 你好我是宋燕民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 YouTube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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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